个人理财对个人的意义非常重大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理财的行列,理财的合理与否,不仅决定着自身的生活质量,而且还决定着未来整个家庭的命运乃至孩子的一生。 在理财过程中,习惯总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,所以,养成良好的习惯,决定着一个人理财的成百,以下就为大家介绍理财的九个好习惯,帮助大家从生活的小事中到好理财的基础。 一,付钱给自己,付钱给自己是对自己辛苦的一份补偿,每到发薪时便叮嘱自己花出15%到25%的钱用于购买投资基金,要记住将付给自己未来的钱列入月度固定支出项目内。 二,记下开支情况,这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,记录自己的开支,有助于你了解个人或家庭的重要花费,明确生活的底线与目标,了解自己的花费情况,使控制不当消费的良好开端。 三,把正奖励,乐趣和生活目标的位置,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制定一个能够明确生活目标的计划,计划当然应该包括用于度假旅游的钱,也应包含修寻娱乐的项目,更应包含储蓄和投资的钱。 总之,在享受当前的同时,别忘了通常记忆,为自己的将来存下一大笔钱。 三,将意外之财盛起来,对于非预期的一笔金钱,如鼓励,奖金等,意外之财应该用于为退休生活而储蓄,投资的项目上。 四,不要拥有过多的信用卡,打开钱包会发现,自己拥有好多信用卡,你持有的信用卡越多,你花钱的机会和欲望也就越大,积攒的透支款也就越多。 所以,赶快注销得于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。 五,住房选择适合自己的。 房子不在于有多大,在于它的舒适程度,在于它的温馨,不要为了满足时荣心。 就住大房子,可以适当的选择比较小点的房子。 如果是大房子的话,为闲置的空房间拼命的积攒抵押贷款,为填充空空荡荡的房间,买回宇治配套的家具、电器,会让生活变成无休无止的一场苦意。 选择小点的房子,不仅会有意想不到的轻松,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而且还可以节省开支。 六,降低生活需求。 不是什么都拥有才可以很好的生活。 仔细想想,你有很多需要是完全不必要的,没有它们,你一样可以生活与工作,或许生活的会更轻松。 好多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不是必须的,你可以借调看杂志的影,可以退出无聊的团体,避免没有必要的时间与金钱支出。 你可以尽量少买或不买需要干洗的衣服,以降低维护的成本,你可以利用上下楼梯、汽车、坐家务、慢跑或散步等方式运动,一生下健身的花费。 七,避免盲目购物。 购物一定要有目的性,千万不要盲目,如果去购物的话,你可以选择只带现金出门,不带信用卡,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控制不必要的花费了。 很多女性并不是在需要购物的时候采取广接的。 对她们而言,广接是消遣,是一种习惯,购物则是一种爱好,买回的东西,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。 如果你是怎样,建议培养其他的消遣方式,如看书、聊天、运动等。 爸,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,一定要学会用心爱护你的衣物,努力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。 这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。 九,利息和鼓励在投资。 对于购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源,建议选择分红在投资与后端收费。 因为银行储蓄是淡利,而将投资分红自动滚入赛投资的话,你便可以享受到负利的效应。 出本金升利息外,利息还会滚利。 总之,当你获得利息或鼓励,神,千万不要把钱取出来花掉,而要将它们再投资。 长期下来,机结果将非常可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